好了,大家用PowerPoint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例如我投影 然後你就會看到Projecta出這個畫面 然後電腦就會出這個畫面 但我們發覺有很大機會 可能這個畫面有漏漏 可能令到手機顯示不到 那如何避免這個情況呢 首先我們就結束了一個投影放影 好了,接著在上面找回投影片放影 好了,接著你會看到有一個叫做 使用簡報者檢視畫面 不要剪掉它 好了,接著你再播放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個版面和這個版面 都是同步的了 對,這樣可能就會解決到 我只用PowerPoint的一個問題 我就要去看它 大家看